离婚两年多后,福元爱和前夫江洪杰在一起纠纷 据台媒此前报道,江洪杰指控福元爱两人离婚后,原本还维持联络 不过,去年福元爱来台后,双方为了家务纠纷到番,福元爱回去日本后就失联 面对这样的局面,江洪杰决定公开控诉福元爱的恶行,意图讨回公道 7月27日,江洪杰下午2点在日本开记者会,正面对决前期 而福元爱也曾喊话江洪杰,希望他不要公开家庭事务的内容,可以私下解决 江洪杰当天在日本举行记者会,称 今年7月20日,我收到了日本法院的判决结果,内容为命令福元爱将儿子交给我 其律师警告,如果福元爱拒绝将孩子交给江洪杰 则会考虑以犯有未成年又拐罪为由将福元爱告上法庭 为此,福元爱透过律师发出5点声明,表示日本的裁定只是暂时处分 并不是最后的判决,详细说明请参照日本律师的声明 而福元爱带儿子回日本后,孩子曾明确表达意愿 且也让孩子与江洪杰视频通话 福元爱委任的日本律师一直都有与江洪杰委任的日本律师联系 相关案件也都交由律师在互动 并无江洪杰所言完全无法也对接窗口 福元爱也在自己的微博回应了对方的指证 大概意思总结就是 有时说是,绝不允许任何人拿我的孩子当枪使 作为父母,离了婚就应该成熟面对 不要总是借着孩子的理由来攻击别人 而且孩子本身也愿意和妈妈在一起 江洪杰没权利也不应该过分曝光家事